Tina呢 Tina怎么还没到 我没看到台湾没来吗 喂 你怎么不早点出门呢 Sanay Tina她路上堵车 赶不及过来了 老师 那我的海志兰是不是不能展出了 要不这样吧 你自己设计的服装由你自己来诠释 效果会更好 我穿上 我不行老师 我从来就没有上过台 我不行 别不自信了 你条件不错 来 我们进来化妆 来 你自己唱的歌 我懂得跟他说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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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来 走了 你表现得太棒了 老师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我要先走了 下一个 对不起 请问你找谁啊 我叫沈美琪 桑美 你找她干吗 她是我老婆 我找她 你为什么不刺耳饼 不会我信心 甚至换了手机号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啊 练习 是爱情配不了 拿到幸福燃烧 想到上阳春假 是什么 让我又哭又哭 就这样 恋了 爱了 我 一个人 太渺小 美琪 美琪 你听我说啊 能得到多少 悲哀的感觉 美琪 我自己知道 就这样 烈了 爱了 一颗心太明亮 想要彼此的拥抱 我们的幸福 是不去抢 我们的幸福 美琪 开门 开门 美琪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看到桌子上有花 有把怀孕的书 你告诉我行吗 我现在很着急 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你告诉我 美琪 美琪 你欠我两条人命 你不走也可以 那你把我爸爸妈妈 这两条命还给我 只要你把我的爸爸妈妈 还给我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会从你和江浩天的生活中 彻底消失 美琪 你告诉我 美琪 美琪 你告诉我行吗 美琪 你是怀孕的这孩子到底是谁 你告诉我行吗 你开开门 美琪 我是怀孕了 孩子不是你的 美琪 你走吧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告诉我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 走吧 不是你的 我说过了 我们俩完了 再也不要找我了 我不想见到你 我 不信 你跟我回去 我说过我不想见到你 你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美琪 我求你跟我回去 你放开我 我求你行吗 你放开我 浩天 小晨 你别告诉我 你早就知道美琪在这儿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美琪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行 你不说有没关系 你现在跟我走 你放开我 你松手 你放开我 美琪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叫他那么疯了 你不知道让他现在身子 这不是什么 他现在身子不方便 你怎么回事 行 这么说是真的 是吗 美琪 那你告诉我 你怀的是谁的孩子 你告诉我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一定要知道 我说过了 反正不是你的 不可能 你赶快走吧 我不信 爱心不信 我说过孩子不是你的 我不信 听见了吗 姚浩天 美西说得没错 她的孩子不是你的 是我的 姚浩天 美西肚子里的孩子 确实是我的 你走吧 我求你了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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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不信 我告诉你 我不信 我告诉你 我不信 你爸可以再说你 我不信 你爸可以再说你 我不信 姚浩天 美西肚子里的孩子 确实是我的 我不信 孝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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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的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们俩现在可是朋友 难道你想带我逛公园 或者喝咖啡 你怎么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了 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之前我冲动之下 把你哥打上了 什么 你打了我哥 你为什么要打我哥 你哥找到了美希 找到美希了 找到美希是好事啊 可你为什么要打我哥啊 为什么啊 哎呀你快说啊你 哎呀你急死我了 美希 怀上了消沉的孩子 美希怀了我哥的孩子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脑子一下子就热了 拿起了花瓶就砸了消沉 不过你放心现在没事了 他在医院里 我很抱歉 琳达 替我向消沉转达这份歉意 对不起 对不起 还有一句话 麻烦你 告诉消沉 祝他们幸福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很想要 不是你吗 有得我不能 你吗 你怎么应该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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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愿意 姐 你怎么来了 我派人跟踪了姜浩天 你怎么能这样 你想我怎么样 你怀孕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孩子是不姜浩天的 咱们出去说吧 你甭想别想话骗我 孩子不可能是萧辰的 是姜浩天的对不对 你怀了姜浩天的孩子 我没有想别想话骗你 孩子是我的 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个孩子是我的 姐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不要管 你自己的事情 你混蛋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自己的事情 是没心 你也是个骗子 你明着跟我说不再跟姜浩天来往 暗地里竟然怀了她的孩子 你怎么做 你还真不知道廉强 小一点生小型 小谁生病了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太难听了 难听 你自己做的事情说出来比这还难听 这个孩子是个野种 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会幸福 跟我去复尘坎 把孩子拉掉 现在就去 我不去 姐 你没有谁怎么要求 你不跟我出去 放手 别来 这个孩子是我的 你没有权利怎么做 小辰 你是在可怜为喜 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你的 你为什么要担这种莫须有的责任 我再说一次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这不是莫须有的 我相信孩子是你的 每些肚子里的孩子是你消沉的 但凡是一个有点血性的男人 都不会随便承认别人的孩子是自己的 从今往后 每期的起居生活就都包给你了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孩子了 那婚期就不能再拖了 这两天我就给你们准备婚礼 详细的事情 你们两个商量商量 我在这里先祝贺你们 谢谢 恭喜 事成交了 的 我 煮